圣诞《圣马豆福音》 耶稣向他的门徒说 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奸淫 我却对你们说 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他的 他已在心里奸淫了他 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 弯出他来 从你身上扔掉 因为丧失你一个肢体 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 若你的右手使你跌倒 砍下他来 从你身上扔掉 因为丧失你一个肢体 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 为你更好 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他的 他已在心里奸淫了他 这句话虽然是论男人说的 但是女人也应当遵守 现今社会诱惑万千 贪欲增强 许多人陷在其中而无法自拔 罪恶的产生 来自诱惑和贪恋 诱惑无处不在 身边诱惑越多 意志力的挑战越大 诱惑本身不是罪恶 只有贪恋心启动 顺从了诱惑 明知故犯时才构成了罪恶 面对诱惑 我们依然可以保证心灵的健康 就是不贪恋不顺从 选择不贪恋不顺从 是对一个人意志力的考验 若你能坚定意志 长期保证拒绝诱惑 那么你的意志力就会越来越强 更不容易跌倒了 意志力强 理智就可以保持清醒 情感才不容易起伏不定 所以坚定的意志 清醒的理智 失度的情感 是一个人走向幸福人生的根基 由此可见 耶稣的要求 不只是严厉的命令 更是为了我们获取长久的幸福 而不至跌倒 若是你的右眼或右手 使你跌倒 弯掉 砍掉它 失去一个肢体 总比失去全身更好 这两句话听起来有些暴力和残忍 如果别人赢我犯了罪 难道要消灭吗 这里的眼和手 代表的是我们最真爱的东西 如果最真爱的东西 会造成我们失去 值得永远保存有价值的事物 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真爱的东西 有人说 钱可以买来好车 却买不到真正的爱情 钱可以买手机 却买不来真正的朋友 钱本身就是价值 或者说 在一定时空内 它代表着价值 若我们好好利用它 必能使我们的生活幸福 若不好好利用它 可能会带来伤害 眼睛和手也是如此 若好好运用它 必然带来无限幸福 若不好好利用它 可能会带来永久的伤害 这里面有一个衡量的刻度 永远和暂时 您会选择永远的有价值的事物吗 那么暂时的割舍算得了什么呢 主耶稣我信赖你 求你坚定我的意志 赐给我智慧 我愿追求那长久的幸福 而放弃短暂的满足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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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